但是阿姨她这个说得算 人家是有这个价值的 人家真的是上到厅堂下到厨房 家里家外一把好手 赚钱也是把好手 再者人家以前开过饭店 搞过美容都是服务业行业 那怎么可能对人不好呢 我觉得阿姨这种要强和说得算 也是真的是拎得起来那种的 跟你前期两个劲对吧 姨 这个把写完我跟你说 这就得什么呢 一会儿到进行到 后边那个程序的时候 好了解 不管你转身还是我转身 或者是同时转身 怎么现在得磨合一下 磨合一阶段 我跟你讲 这女嘉宾可能是上场紧张 现在可能不紧张 但话少 一个女士见到一位男士 话少只有两种原因 第一个是特烦这人 第二是特喜欢这人 但我不知道现在女嘉宾 你的想法是啥样的呢 因为你话少啊 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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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紧张 那看来是有好感 咱唠点那个打破尴尬的事了 行不行啊 关于有人从男嘉宾 要二十万彩礼这事 那是他第二段感情经历了 那个是通过广播电台 我来认识的 认识完 也是出了一段 后来就给我提出来 要二十万三十万 不可能 你要彩礼钱就不能找 那一分都不行 我说你那身价怎么那么高 这里头有一个小插曲 是他第二任女朋友 相处过程当中 知道了我们叔叔 会有拆迁款这事 他的意思是从里头 你给我拿出二十多万 当我的这个彩礼 就是盯着我们叔叔 那个拆迁款了 我觉得奔钱去了 对对对对 就奔我的钱去的反正 我反正要 我反正要 一分都不行 然后你没答应 我就狠狠狠狠的 您觉得两个人在一块 应该要不要 财礼要 应该要 但是别要什么二十万三十万 那十万八万还不行啊 这边也不能管的 看来出不了 一个不是姑娘 一个不是小伙子 要那么多钱在啥呀 现在有这男方买楼 女方有钱给装洗 没有人 其实是贬低你同志 不应该有那个态度 你就说你从心里边 嫌给多少你就给多少 你也有那个价值的 他那个第二段婚姻嘛 他儿子现在都三十多 还没结婚呢 没订婚呢 还没对象呢 所以他说他给儿子打江山 你得靠自己啊 看一下密室里边的男嘉宾 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来 我这儿要彩礼的我不找 你看买两套衣裳什么样这行 要彩礼那样的 过一个月 俩月就走 头子一走了 你干谁要去 这样有的是 不是没 您的意思是说 要彩礼一般都奔钱去的 那怎么办 给完彩礼这人就没了 对 你给彩礼不代表结婚吗 不结婚不当即 你谁能给彩礼啊 对对对 两人确定结婚了 那时候就给彩礼了呗 等即也就走了 你找谁叫 经人头不到 没等即就给你钱 我还拿钱都卷 卷包抛了 你等完即你给他 给他 你有120万 你给他50万 你给他看看 这说话真得很 一个人一个事得就是 那得是两个人的心 都能栽起了 其实没有什么 那个可能说再分开了 嗯 还能那么说呢